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來木翠頻道 很高興我們又見面了 那今天我們來玩一下新的玩具 它的名字叫做 American Press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器材啊 其實就是一個新型態的法式綠牙糊 那它不同於一般的傳統綠牙糊 我覺得它比較像愛樂鴨 但又不是愛樂鴨 那這個新型態的綠牙糊 它在萃取的過程當中 會散發出一種非常迷人的萃取過程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新型態法式綠牙糊 最大的特色其實就是 它的咖啡粉會集中在這個咖啡粉槽 那這個咖啡粉槽 它有上下兩個過濾金屬濾網 那金屬濾網 它是採用100微米的超精細 金屬濾網 那可以過濾掉非常多的細粉 再來這一個 這個新型態法式綠牙糊 它的材質不是玻璃的 它的材質是Titan材質 那Titan材質 現在也被廣泛的運用 在嬰兒用品上面 法式綠牙糊它最大容量 可以到396CC 那咖啡粉槽最大可以到25公克的咖啡粉 所以大概兩三個人一起享用 是OK的 這個新型態法式綠牙糊 它不管是我們在泡咖啡 泡茶或者是泡花茶 都還蠻適合這一款 再來外出啊 露營啊 爬山 出門害怕咖啡器具打破的朋友啊 這一款都還蠻方便做攜帶的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趕快進入魔術般的萃取過程 好 我今天準備的器材啊 就大概就這一些 這麼簡單 好不好 就是一台手磨 那今天我使用的手磨啊 是EasyPrestle的JS 粗細度調整啊 我會調整 手沖再粗一點點 那如果一格數的話 就大概是一圈再退五格 然後咖啡豆啊 我今天選擇的咖啡豆是 伊索比亞的耶加雪菲 他培都是淺培 那我今天用大家比較常用的比例 就是1比15 我準備倒入300cc的熱水 然後20克的咖啡粉 填入咖啡粉 填入咖啡粉 這樣子 這裡有一個安全扣 扣起來 這樣就好了 那我今天熱水的使用溫度是90度 要倒入300cc 來首先我們先把這個咖啡粉槽 好 壓下去 浸濕 開始計時 悶蒸兩分鐘 那我今天啊 為什麼會選擇使用 JS的磨豆機 是因為 JS磨豆機啊 它 在 細粉的表現比較少 那綠阿虎啊 我自己覺得它本身 過濾出來 會有一些些的小渣渣 那我想要讓它的細粉再少一點 所以我選擇這一支 EZJS來做 研磨 好了我們準備來欣賞魔術般的萃取囉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啊 它在下壓時 是精油上往下 在 沖刷咖啡粉 那打到一個 非常均勻的萃取效果 可以說真的是非常的獨特喔 那 新型態的綠阿虎啊 其實就是加了濾網的法國鴨 那也算是濾泡式系統的一種 它把咖啡粉啊 完全集中在粉盒裡 那清潔的話啊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喔 那萃取出來的咖啡啊 會有細粉 但是比傳統的綠阿虎好很多 它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 保留了許多咖啡油脂 喝起來也是相當的乾淨 那相當的順口 好 就這樣子 各位我們可以看一下 倒出來的咖啡啊 非常的乾淨喔 雖然會有一些些細粉 但是 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它的優點呢 就是它的咖啡油脂非常的多 可以保留非常完整的咖啡油脂 法國鴨它壓出來的咖啡啊 明亮感非常的充足 非常的夠 然後口感我覺得還蠻偏向手沖的金屬濾網 這一種風味 那我簡單做一個總結喔 新型態的法師綠阿虎 跟一般的傳統綠阿虎啊 最大的差異性就是 一般的傳統綠阿虎 如果各位朋友有在使用啊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一般的傳統綠阿虎 它在清潔上比較不方便 就是它的粉 咖啡粉啊 會殘留在底部 那我們在清潔會比較不好清潔 攜帶的話 因為一般的綠阿虎 它是一個玻璃材質 攜帶的話 可能會有打破的風險 一般傳統綠阿虎 最大的缺點啊 如果我們要壓咖啡 其實它壓出來的細粉 還算蠻多的喔 容易喝起來有沙沙的口感 那剛好我們新型態的法式綠阿虎 完全解決的這一些缺點 它在清洗上非常的方便 像我們現在如果要清洗 只要像這樣子 拿起來 咖啡粉全部在這裡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它有雙層金屬過濾濾網 所以濾出來的咖啡細粉會比較少 攜帶的話 因為材質的關係 它攜帶也不怕去破裂 新型態法式綠阿虎 我覺得也是有一些小缺點 它不可以打奶泡 好不好 我們一般傳統型的綠阿虎 它多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打奶泡 大家有玩咖啡可能都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單價還算蠻高的 這個也是它的缺點之一 好不好 今天的新玩具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各位朋友想要多了解什麼 歡迎在底下留言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